台四兄有一位金色艺長李迪華 在今年三月婚生日五港技術巷弄戰 並且基盤各項外黨來檢辦頂部實體的監控 平常是除了有工庫的客廳內容 來可頂部參與以外 接觸也辦了議政的外黨 希望拿頂部來設斗好順順 為的人在在擲天 檢測天氣也的感覺比較舒適 今年三月在台四兄一位金色艺長李迪華 新年五港技術巷弄戰 希望結合醫療主委和社区多年 來迎換頂部的老化進行 因為台西的老齡人口越來越多 但是在私自這一塊是沒有人做的 就像孔子說的老之時借之在得 然後讓大家更能夠大同世界 我們這個據點是從今年的三月就開始成立了 那一世西跟一般的有什麼不一樣呢 最主要是有醫生的介入 防止老年人的失智跟老化 希望在家的老年人能夠勇敢的走出自己的溫暖窩 來到這個據點 大家一起happy 獨到平常是有豐富的庫庭 這次把辦了以前的外黨 讓中部的頭髮改得漂亮 保持好心情 也可以輕鬆來過熱人 秀熱的天氣 今天主要活動的目的就是因為想說 現在剛好炎熱的夏天 然後剛好集合一些美髮的朋友 他們對長輩服務就是想要替老人家 因為現在夏天想要讓老人家很清爽 所以我們就發起了這個活動了 因為想說我們剛好從事美髮這一塊 我們本身也有時候會有 趁我們有休息的時候會出來意見 我們當初也是因為靠政府的課程這樣 學這個美髮的技術 就是說回饋取之社會回饋社會嘛 一桌一桌來加下去 立法師留在牆手 正經就完成中部的新的造型 尤其中部的臉上都是媽媽的期待表情 看到加好頭髮不一樣的自己 也都覺得自己變年輕 吃好啊 吃爽快啊 有啊 吃少量嗎 吃少量嗎 有啊 吃少量 跟他加十八個啊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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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孩子到現在都只有家 不太念味 從開始就來 四月十二就開始來 人家說的啊 船長船船船船啊 就來了 不然當地都自己在家裡 都在家裡 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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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伯的在家裡 常常都很無聊 他們是誰都在外面打拼 也沒有人可以開港 家座等待 對董伯來說就是大家可以 保養關懷的好處 記者聽鬼主唱報道